不知道我們在這裡 照會是我們的家 最實際的行動就是有份 所以不管你是學生 或是青年人 或是在職人 或是重壯人 我們要有份 還是好好禱告 可能有些已經忘記了說 銀行裡面擺多少定數 忘記了回去看一看 或者是你的保單收益人是誰 因為我們在照會裡面 不是總是有接觸到 聖女們非常的愛主 我們非常經歷有些 在墓園裡面睡著的人 他們在最後走的時候 他們的收益人就是照會 我一直很經歷也很懷念 這樣的姊妹 她把所有的她都掛在那裡 但是我們有一個心願的時候 我們總是把它埋起來 非常可惜 可能你那個心願是要給主的 但是你沒有交代 你沒有好好交代 你兒子可能或是子女 他們對主也不是很認識 有的走了以後 子女們啊 就把父母親的遺產 拿五十萬來到照會裡面來 那有的可能是父母親有這個心願 但是你聽到了 卻沒有把它執行出來 所以我們一定要有交代 要交代 所以我們現在活著的人 我們還是跟主交代 不管你現在是在準備購物的親子 六百五十萬可能對我們是一個數目 但是我們想辦法 如果說一個正常的工作 我們也會請銀行貸 二十年償還 目前你可能有人在貸款 但是我們要有份 就著我們的力量有份 學生有銀用錢 有生活費 我們也是一樣可以擺上 我們桃主行業的財物 主耶穌 我們一定要是有份的 因為這個開始 周序裡面說 不要寄望你無定的錢財 只要寄望那將百步 公布供應給我們享受的神 無定的錢財 你可能那個錢財捨不得了 因為你還想說 我以後要請瑪利亞 很多不夠 每個月要固定 要三萬多 兩萬多還要三萬塊 你不要想那麼多 你有打算 但是啊 先為照會來打算 我們把自己的耐霧 把它擺上來 就沒有問題 因為它會祝福我們的 這個信息的中間 你們要給人 必有給你們的 用食主的良氣 連搖帶暗 上肩下流的 倒在你們懷裡 懷裡 註解裡面是說 上衣寬鬆的衣服 把它折 衣服是很寬鬆到折的地步 然後把那個腰把它繫起來 就變成一個袋子 給你裝的滿滿的 我們第一個 我們不要無定的錢財 你不要想說 我去買一個財件 我送的全部給主 主不需要這個無定的錢財 還要我們手上有的 我們不要心裡面想說 那個都是沒有盼望的 我們是活在照會裡 是有盼望的基督徒 我們需要把財 財寶的時尚要向主來敞開 我們要居心在天上的財寶 我們感謝主 我們感謝主